大家好,歡迎來到新手駕駛的頻道 今天呢,是我們的新手來改車 那我們都騎車就是非常注重安全嘛 那我們在夜晚的時候呢,就是要前途一片光明 那我們今天要改的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 LED的魚眼頭燈 那它這個是有內建切線的 所以自己看得很清楚,也不會去妨礙到別人的行車安全 那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呢 還沒訂閱新手駕駛的朋友們 可以按下訂閱喔 你的訂閱就是我們的動力 那還沒看過第一局的朋友們 也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去看 這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好來,現在我們先來開箱我們這個 LED的魚眼頭燈的內容 這是它的說明書 那裡面呢 這裡有寫這個 這個 這個魚眼頭燈的進攻是15瓦 原攻是24瓦 這是比較主要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 調整的一些東西 這個是它的那個 貼模 前面那個 魚眼地方的貼模 這就是 我們這次的本體 本體長這樣 後面就是散熱器 然後 驅動器 然後 插頭 H4的插頭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現在記錄一下它原廠的顏色 現在是原廠的黃光 遠燈的部分 遠燈 近燈 OK 開始改裝吧 Let's go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這個 外式蓋拆下來 總共就是有 這一個 然後 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下面這邊 這邊 然後前面那邊一個 好 我們開始拆吧 一字一字 然後把從這邊邊開始划開 9個 好像 在這裡 一字一字 好的 那我們現在都拆下來之後呢 把它翻開嘛 然後 這裡面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顆螺絲 然後 另外這裡有一顆螺絲 然後就把它拆開 那這整個就可以下來了 開始 好 這邊有一個防塵套 然後先把它拆下來 把它退出來 來 再近一點 好 先把那個拆下來 然後 這裡面有兩個扣子 然後打開 我們的這個就可以拿下來了 要注意前面的這個玻璃不要碰到 好 那因為Many的關係呢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散熱器再點倒裝 才有辦法彈出去 我們就把它轉開 先開 OK 拿出來 剛剛好 剛剛好 有大師指點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卡扣給裝上去 大概就長這樣 那接著就是接上我們的散熱器 然後我們就是反裝 因為Many的後面那邊比較小 所以要反裝 才不會卡到那個 這個 比錶板 鎖緊 OK 接上我們的這個 好 放呆 好 上車 嗯 剛剛已經把 衝成套接上去了 要把這個接上去 想一下要怎麼塞 塞問題 不知道怎麼塞 塞的問題比較大 想一下要怎麼塞 路到一半下雨 傻眼 傻眼 好 在下過雨之後呢 我們也找到了一個 好塞的方法 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驅動器 塞在這個後面 從 繞到儀表板那條 轉速線的後面 繞過去 然後再從這邊 接出來 然後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開始把它裝回去 好 開始 OK 裝回去 鎖上 一下這樣子 好漂亮 兩個切線 好的,發動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光型 這裡就有一個切線 這樣就不會是妨礙到別人 好 還有這個 轉光的部分 有進光 OK Nice 喜好 好的,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改裝 看影片影片的話呢 我記得按讚訂閱加幫忙 也歡迎你們走內 掰掰